中超有多少分量关键时刻,剑分小世界杯后各大联赛陆续重燃战火,参加世界杯竞逐的葛禄好手也先后归队。 对于中超联赛而言,近日天津全剑球员维特赛尔迟迟不归队,最终直接前往新东家多特蒙德报道的事情,被吵得沸沸扬扬,事实上,没有了这名比利时后妖,保罗索萨的球队想要在中超下半赛程,多现作战的情况下有所作为,感觉比登天还难啊。 然而维特赛尔除了一条微博,近乎没有再给全剑俱乐部任何交代,自然受到了广大天津球迷的唾弃,他这种在球队最需要的时候不辞而别的行为,与叛徒合一。 当然,多特蒙德直接支付,罗维特赛尔的违约金2000万欧元,强行带走他,与之前保利尼奥加盟巴萨的方式一样,再加上这是又一名中超外员,在效力后转投竞技水平,更高的欧洲五大联赛平台,因此会有不少朋友拿这两人进行比较。 对于这点比者并不认同,实际上保利尼奥从登陆巴萨到回归恒大,整个过程伴随着的进步只有叫好声,他这一来一去得到了广大球迷的力挺,支持,认可和祝福。 但反观维特赛尔呢,显然没有这样的礼遇,或许除了多特球迷欢迎他之外,其他更多的声音都是对其不辞而别的质疑,甚至是谩骂,大胆试想一下,暴力鸟回归,广州球迷群情激昂,到机场彻夜守候迎接他,假若未来有一天维特赛尔要重回全舰队,他会有这样的待遇吗? 恐怕他是不敢重新登陆中超联赛了,因此,雷特赛尔的不辞而别,更多充斥着负能量,让彼酒更容易想到的是当年同样是不辞而别的恒大旧将,巴里奥斯。 当然,后者行径更为恶劣,竟然诬险恒大俱乐部拖欠工资,并以此为由不回来,着实让人气愤,最终他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 恒大俱乐部走法律程序为自己证明,巴里奥斯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道歉,最终恒大折价将其送往莫斯科的球队,不过至此以后此人被冠以叛徒的名头,起码在中国完全没有了一丁点正面形象,他哪里还敢跟中超有任何瓜葛? 维特赛尔虽没有到巴里奥斯如此恶劣的程度,但在中超联赛乃至中国足坛的美誉度大大受挫,那是一定的了。 更有甚者也对其喊出了叛徒二字,他接下来再多特蒙德的表现,想必不会得到大多数中国球迷,特别是天津球迷的祝福了。 不过那又怎样呢?或许对维特赛尔而言,压根儿就没太在乎这样的感受,在明知世界杯前已经和全剑俱乐部达成步走的共识的前提条件下,依然选择依然决然巴离开,而且是这种不辞而别的形式,显然是对天津全剑俱乐部,对中超联赛乃至中国足球的不尊重,很简单,这事倘若要放在英超、西甲的俱乐部,当事人还敢如此? 不管不顾,不辞而别吗?想必无论他是谁,都没有这个胆量,因此所有的一切,只能说明一点,中超的综合影响力还不够,中超的美誉度还不行,中超联赛在这些外援的心理分量还不足,实际上,他们中更多人把中超更多看成牟利的最佳平台,或者是一家优质的养老院,并没有真正从内心发自恢复。 般尊重和认可这个联赛,所以在离开的时候,才会如此肆无忌惮,才会如此随意地挥一挥一袖。 中超联赛到底有多少分量,在关键时刻边界分晓,便知贵贱了。对于联赛未来的发展而言,还是要坚持走职业化的道路,还是要坚持做符合规律的事情,别老出一笑大方的新闻。 否则到头来只会让联赛不健康的发展,特别是到了关键接骨眼的时候,总被人嫌弃,维特赛尔的不辞而别,从某种程度而言,也是给中超联赛的发展提供一种警醒,发挥一种警示的作用吧。 感谢观看